10月28日智慧人居产业促进会由杨千柔理事长带领参访KCA凯峰企业总部工厂及智慧建筑8A加C的产品展示 促进会的使命打造智慧住宅应用建设体系、智慧家庭应用建设体系、智慧酒店应用建设体系、智慧公寓应用建设体系、智慧产业园应用建设体系、智慧养老应用建设体系 并将构建体系的智慧家电、智慧家居、人工智能、智慧管理软体、云平台等真正服务到现实生活中去,让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业务处长蔡宗南进行KCA智慧建筑系统简报介绍 全网对讲系统、中央监控系统、智能监视系统、门禁管制系统、车牌辨识停车系统、公共求救系统、电子信箱系统 以及KCA智慧云KCA科奥说明 大楼有做户型的、大楼那一种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可能 都可以让我们整个系统能够加在上面使用 而且我们可以整合到我们整个软体、BMS软体之后 可以更完美 而且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云端 可以做到很基本的行动室内机 以及行动管理员 管理我们在位置上的时候 人在家的时候都会漏掉一些法克拉的讯息 业务经理林仁华进行8A加C实机操作功能展示介绍 好,那我们实际的呼叫过来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这个 这个解析度是百万化学的解析度 它的知情意识和画质是非常清楚的 好,那我们通过实验界 去做演讲 然后帮广客做开门的动作 然后做广客开门的动作 然后我们在这边室内地的部分 有关系 智慧建筑系统网路化是必须的 KCA独立完成8A加C工象产品 各产品单体各自运作 不会因一个软体或一个主机故障造成瘫痪 选择最有经验的KCA不会错